中秋节在马来西亚 要提灯笼 请团圆 冰城和八六拜慈祭幼儿园 找回毕业的校友们回家同乐 就是想把离校的孩子的心拉回来 因为他们离开太久了 就想把这个节这个中秋节 大家团圆的那个气氛 把它叫回来 他们还会说 还会来自顾自顾这样 那种感觉很满足 大人们开心 小孩们更是高兴 能够见到老同学 老朋友 今天你见到以前的同学吗 有 谁呢 王一生 你见到他的心情怎样 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跟王一生来这边玩 从六岁毕业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他了 来的时候也是蛮感动 因为有些画面 也是给我想起来 以前几年前 那个当时在子季 那个时候 然后又见了以前的家长 而且其实不只是说 我觉得不只是说孩子在聚合 家长也是这样子在聚合中 在北海很高约 家长们则是发挥创意 制作灯笼 每一个都是环保回收 在利用 因为子季都是在提倡着环保 然后我又找回我之前 其实这个灯笼 已经是有十多年 我看有一些被烧掉了 我拿来DIY做 你喜欢这个灯笼吗 谢谢 谢谢 谢谢爸爸妈妈 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来完成 就一天一天的时间 慢慢做到今天早上才完成 因为我两个孩子会过来参加 所以我一定 我只有时间做一只灯笼 所以就想到说 这样一人拿一只脚 这样两个小孩子都可以一起提灯笼 点亮星辰 照亮众生 除了上街提灯笼 重温儿时回忆 也不忘行善 带着主统一起回娘家 为受灾的人祈福 在新闻洪惠平 黄毅琴 陈瑞文马来西亚报道